空中勤務總隊台東風連機場駐地勤務第三大隊第三隊 接獲通報說一艘外籍天然氣運輸船 在經過綠島外海時 船上的船員不慎 撞到了頭部需要緊急候送 空行隊立即派遣黑鷹直升機進行空降吊掛任務 成功的把傷患吊掛上機也送回台灣本島來進行治療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空行隊的隊員 正利用繩索將受傷的船員吊掛上直升機 準備將他後送回本島治療 這起意外發生在22日上午 空行隊台東風連機場駐地勤務第三大隊第三隊 接獲了總隊的通知 表示有一艘外國籍的天然氣運輸船 在行經綠島外海的海域時 船上的成員因不明原因同步受傷 因此申請空行後送 空行隊在接獲通知後 立即派遣直升機編號NA707號機執行任務 在上午9點時至豐年機場起飛 9點45分時抵達目標區 並開始實施救援的任務 在上午10點02分 海巡的救援人員吊掛登船 進行傷患的減傷評估以及固定的作業 在10點42分時完成傷患以及救援人員的吊掛回收作業 並返回豐年機場 同時將傷患轉交由地面的救護人員 上網地方醫院進行後續的治療 成功圓滿地完成這次的任務 這載陳吉林台東市報導 一旦突然間推測到 integr趴下 二旦突然被捕了 牠紫火細 一旦突然被捕到